下雪啦 超级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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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它没有冷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Jaglin 现在呢 你们看见我的样子 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奇怪 说北京会这样吗 前两天还很温暖呢 没错 突然间就下雪了 而且下得非常大 我们很多朋友 在下雪的天会干嘛 等一下 我已经看不见你们了 在下雪天呀 很多人都会一起吃火锅 然后还有吃烤串啊 炸鸡啊 我们每次下雪的时候 都想吃好吃的 尤其是一家人围在一起 吃热通通的饭 那我现在说了这么多的话 你有学到什么词汇吗 首先下雪 Snowfall 下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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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造个句子 我很喜欢下雪的天气 哇 下雪了 我可以去堆雪人打雪仗了 还有什么呢 我们还会说 鹅毛大雪 特别是在中国的北方 东北 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啊 真的是经常有这种大雪的天气 比如说下的雪啊 有鹅毛那么大 所以人们就说鹅毛大雪 它就是形容这个雪超级超级大 所以叫鹅毛大雪 这是一个比喻雪很大的成语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 当你们那里下大雪的时候 你就说哇 鹅毛大雪 哇 哥们儿 那你太厉害了 都能说出这样的词汇 中文不是一般的厉害 那么小朋友啊 在下雪天都很喜欢干什么 打雪仗 还有堆雪人 一会儿啊 我给你们看一看 昨天晚上 我的一个朋友堆的雪人 正常人堆的雪人是很大的 他堆的非常小 请看图 我现在给你们展示一下 什么叫打雪仗啊 先把眼镜放一下 好厚的雪 看着啊 我要好冷 好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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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成一个球 我没弄成功 小朋友小的时候啊 会拿雪互相的扔 这个就不行了吧 这个 Oh my God 你弄到我衣服里了 你等着 我要找你去算账 你以为我不会弄我收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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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看我的手已经变红了 同志们 露死了 等会让我伸到袖子里面去再说话 雪 可以说snow 雪 下雪 snowfall 然后呢 我们很喜欢说去追雪人 那雪人是什么 snowman 快要到圣诞节了 你想得到的圣诞节礼物是什么呢 可以给我们留言 赶紧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告诉我们 也许会有小惊喜哦 再见 再见